在通膨创新高下 欧洲央行21号召开货币决策会议 宣布升息粮码 是11年来首次升息 其中最重要的存款利率从付0.5%提高到0 结束8年来的负利率政策 而欧洲央行也不排除在下次9月8号的会议后继续升息 欧洲央行同时宣布对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提供额外援助 推出名为传输保护工具的反破碎化工具 目的是为了抑制这些成员国的借贷成本持续攀高 避免欧元区陷入金融破碎化危机 简单来说就是制定购债计划 防止欧元区国家陷入经济走势分歧 欧洲央行大力升息量骂 欧洲主要股市涨跌互建 英国和法国股市收红 德国股市反而走跌 主要还是受到乌俄战争波及 能源股颓势影响 汇率方面外界关注欧元走势 而学者和分析师普遍认为 美国经济基本面还是优于欧元区 有条件维持更暴力的升息节奏 因此美欧利差将会继续扩大 虽然欧洲央行升息 短线来看可以推升欧元行情 但中长线美元强势格局不变 欧元与美元再次出现1比1平盘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 环宇新闻沉静 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